好,我們今天講這個大所應的這個破魔法 這個修行啊 很多人常常講說這個修行要小心 因為很容易這個著火入魔 那麼,據我個人本身的這個研究 著火入魔的現象不只是在修行 任何一個人做任何一件事 都有可能著火入魔 不只是說在修行上你會遇到這個魔來干擾 就我知道的 任何一個事情你都會有魔來干擾 有的人講說這個你修密教很容易著火入魔 事實上不是 任何一個宗教都有著火入魔的現象 有的人講說不要禪定 禪定很容易著火入魔 事實上不只是禪定會 祷告也會 不只是祷告會 連念佛也會 連念佛也會 這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認為啊 這個是跟念頭有關 每一個人的念頭 有關 很多人啊 很多人啊 走火入魔以後啊 這個周圍的人啊 會怪 怪這個宗教啊 怪密教啊 怪去學禪定啊 怪去祈禱啊 怪去念佛啊 會怪 但是有一件事情要知道的 要怪啊 要怪他自己 沒有你這個身體啊 沒有你這個七顆 沒有你這個念頭 魔在哪裡 魔會附在哪裡 是你的身體 你的心理 你的意念啊 很容易讓那個魔來附 問題在你個人身上 而不在一起的 我看過的例子很多啊 我這一生當中啊 會見的萬萬人 走火入魔的看多了 一個狀況 大部分都是自己去招來 自己去引來的 是自己在綁自己 很簡單講 你對某一個執著 對某一件事情執著 那個執著魔就來 把你的身心綁住了 就走火入魔 啊這個 考大專聯考啊 也會走火入魔 讀書也會 有的人讀書啊 一定要第一名 他因為他每一次都是第一名 有一次 他第二名 他就發狂 什麼原因 很簡單 他執著第一 非第一 非第一不可 他每一次啊 拼命的讀書 拼命的讀書 就為了拿第一名 一次拿第二 他受不了了 他崩潰了 整個人崩潰了 花狂 這也是走火入魔啊 讀書也會的 因為他拿了第二以後 他潮思夢想 他 他精神恍惚 他看到每一個同學 認為每一個同學 都在嘲笑他 都在害他 任何一句話 都是在刺傷他 令他自己沒有辦法 睡明 幾天以後 就發狂 讀書也會的 還有呢 談戀愛也會的 你直著那個女生啊 直著那個女生 天涯何處無芳草 但是你就是直著他一個人 有一天啊 他結婚了 新郎不是你 新郎不是你啊 你的那個女朋友結婚了 新郎不是你啊 潮思夢 潮思啊 暮想 夜不安眠 到最後他突然間看見他來了 欸 我女朋友突然間出現了 來了啊 蹦 花狂 人家看不到他來 他早就結婚 跟人家去蜜月旅行 他跟他老老爸老媽講 我女朋友天天出現在床頭啊 是他自己用念頭去想來的 毛病在他的妄念 直著妄念 潮思目想 去用念頭去想來的 睡不著 然後 精神恍惚 看到女朋友 天天啊 一個人躲在房間 自言自矣啊 他父母一看完啊 他兒子天天看到他女朋友在他房間裡面 跟他自言自矣啊 差不多啊 差不多了啦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什麼呢 著火入魔 一般性的 禪定也會喔 念佛也會 祈禱也會 祈禱也會 持咒當然也會 所以著火入魔的真正的原因啊 在於妄念 在於妄念 你有那個妄念 直著那個妄念 你自己沒辦法控制的時候啊 一舒服 那個魔趁吸而入 進到你的心中 變成你心理上有兩個意識 兩個意識啊 變成雙頭馬車 一個要跑東一個要跑西啊 你就精神失常 就分裂了 精神就分裂了 我研究這個左偶入魔 研究好久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意識力啊 你意識力啊 不是很強 你的身心啊 不平衡 你心裡有毛病 你思想啊 非持不定 心沒有定下來 不穩 你自己都快倒了 一受到刺激啊 就著火入魔了 這個魔是會趁吸而入的 它因為你的意念啊 去招請它 它才來復 這個重點是在這裡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假如你自我控制 心底定 情緒平穩 心裡正常 不容易著火入魔 今天先講到這裡 歐媽的賓命 歐媽的賓命